音是鼠三生鼠,诗无鼠三生鼠 鼠就是简点数目,如礼记取礼 问国君之父鼠弟已对 鼠点望祖是春秋时靖国大夫吉坦见周景王的一段故事 因为吉坦的祖先是掌管靖国典籍的 而他竟然忘了根据典籍去与景王对话 所以左传朝十五年记载 周景王的话是吉父其无后父,鼠点而望其祖 意思是周景王说,吉坦的父亲大概没有什么继承人吧 不然的话,他的儿子今天谈起典籍来 怎么竟然把祖传的宗旨都忘了 后人使用鼠点望祖这句话来骂人忘本 鼠又念数 国语注音是师物数四生数 数就是计算事物多少的名称,如数目,数量 不过古人对于这个数的解释却很多 如礼,乐,舍,语,书,数 这六语中的数就是数学 而孟子告字篇中 金福一枝为数,小数也 剧中的数是纪矣 实际以为黎广老数基,无令当蝉鱼 这个数指的又是命运了 数又念数 国语注音是师卧数四生数 数就是屡次贫贫的意思 此外,朔在古文中还有一个 醋四生醋的音 是细密的意思 如孟子梁慧网友 醋骨不入乌池 是说不要用细密的网去捞鱼 这样才能使小鱼不断地成长 总之,鼠有鼠,数,朔,硕,促四个音 读念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